主播各位观众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下午是跟着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一起到桃园的中立词汇堂来参拜 那其实今天他们的看起来 也是非常的热络 尤其是身旁跟着 就是词汇堂的董事长陈灿宏 一路上也是很给面子 还喊说侯友宜动算 侯友宜总统 那么其实陈灿宏他在四年前 就有帮蔡英文组了小英后院会 侯友宜这是把装成功了吗 一起来听陈灿宏的访问 就是来拜访的话 我们都欢迎 来与宗教寺庙的原则 哪一位候选人来我们都欢迎 没有特别说要支持谁 不支持谁 所以柯文哲跟赖清德来 你们还是喊动算 他们都有来过了 都有来过 我也是喊动算 都一样 我甚至我要讲一样的话 母娘慈悲要以天下畅生为例 好可以听到陈灿宏董事长表示说 今天不管是柯文哲或是赖清德来 他都会讲一样的话 因为本着就是母娘慈悲的精神 所以他表示说 没有要支持任何人 每个人来他都很欢迎 以上现场这些情形 把时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里边挡角载新闻 小城楼冻